我们讲完session的保存以后 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讲一下session的读取 你保存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吗 所以下面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获取session的数据 就如何获取session的数据 就3.2 讲一下这个知识点 如何获取 如何获取session的数据 那么如果获取session数据呢 我们先写端代码 我们写端代码来给大家讲解啊 写端代码 找到他 打开我们的这个还是在这边写个文件 hdocs里面session 好这里面我们写第二个文件 session2.php 好这里让我们演示一下如何获取啊 第二 获取session数据 获取session数据 那要获取呢 其实它非常简单 它的步骤是如此热烦的 第一句话也要初始化session 对session的使用 它有个注意事项 就是说 它必须要先初始化才能使用 所以说呢 我应该把这个注意事项写到这里来 我把一些 因为对session的一些小节 肯定有些地方要总结嘛 对吧 所以相当于是一些小节的东西 小节的东西呢 我也捏到这地方 就是有一点就是这么写到这吧 session要使用session啊 只要你要使用session呢 不管是读或者是写 只要你要使用session 都必须先初始化 都需要初始化 初始化呢 准确说呢 就是靠这个函数来完成的 session-start 这句话是必须要有的 好 那么这个说完了 回头再做这个动作 session 下滑线start 初始化了 然后获取 获取session 那么获取session呢 你有两种方案 就是把session全部获取出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指定 获取某一个key 就是说这个session的形式啊 那么我们这也多说一句话了 怎么去理解它 就是一边讲嘛 一边总结嘛 就说session session这个文件中 可以放入 放入多个 多个件子对 件子对 这样可以怎么去理解 那么件是不能重复的啊 多个件子对 就是可以的这个值就是件 这个值啊 的类型可以是刚才我们说的类型 什么基本数据类型呢 或者是 宿主啊 或者对象 但是这个件呢 是不能重复的 件子对 注意 注意的是因为这个这个文档上没有说的很清楚 知道吧 说这个件不能重复 这个件是不能重复的 这个值呢 可以是呃刚才说的那几个数据 数据类型是基本数据类型 可以是基本数据类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宿主和对象 这样子大家比较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既然如此的话 要获取也很简单 就是第一种方式是获取所有的 把所有的都获取出来 把所有的赛事数据 获取 那这个既然是所有获取的 它是按数据的方式来存放的吗 件子对件子对就是数据了吗 那你可以这么写了 A口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再看看 B2 我来斜杠 然后呢 我就printr 走一个 里面写上这个超全局数据 因为你 通过就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方式 它就会去读取 就你只要写这么一句话呢 它就会去从文件里面去读 你知道吧 它会去读 待会我们还要讲细深入的东西呢 它其实你能看到它是怎么读的 甚至甚至你还可以改变它读取的路径 就这么最麻烦 最灵活的地方就这了 最最可怕了 越灵活越可怕 我宁愿它是死的是吧 永远的不变 就是一层不变的 反而大家轻松一点 可是技术呢 往往都是很灵活的 这是第一种啊 我们看看行还是不行 我们看看行还是不行 我刷一下心 现在我显然要开第二个页面了 这个页面我保留 我不动它啊 我再开第二个页面 再开第二个页面 这样开个页面 还算是一个绘画 还是算是两个绘画的朋友呢 我这样打开一个新建的一个窗口 是算一次绘画还是 如果我在这儿再发个请求 算一次绘画还是算两次绘画 你觉得 算一次啊 那么怎么区分算一次 还算两次呢 就以有没有关闭这个浏览器为准 知道吧 如果说的再深一点的话 其实是应该以一个进程为准 你们注意观察 当你当你注意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这种进程叫 以IE打头的 这个IE打头的 你注意观察 看到没有 有一个 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其中呢 有这个小一点的 当你 你看这样子打开一个 它不一定 你看 你看这样子 它没有 它没有起个新的进程 是吧 没有起个新的 如果你这样打开 它会起个新的 你去观察啊 现在我们有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你看我这样再打开一个 窗口 你们注意观察 多了一个是不是 是不是多了一个 你们注意留心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说说各位同学 你们上网的时候啊 有些哥们他不懂 他为什么说上网上网 后面机器都快死掉了 他怎么上网 他打开一个页面 他这么打 他他这吗 很神奇啊 他就说老师 我他就还做了一个 快捷方式 双击打开一个 然后访问一个页面 要访问搜狐呢 又双击又打开一个 你能哪受得了 相当于双击一次 又开一个新的进程 那个进程是要站内存的呀 那伤筋动武 所以说你们 以后记住老师一句话 你就如果确实想看网页呢 你也没必要 每次都起一个新的 你就怎么样 你就起个这样的 选项页 去访问新的页面 这样你的机器就不慢了 知道吧 就变得快一点 你要了解这些顶层的东西 你就明白了 你不了解你老觉得怎么回事 人家用人家人家用电脑怎么感觉 怎么用都不死机 这个你用就死机了呢 因为你不会用啊 对不对 说说我们现在就来访问第二个页面 把这个页面我先沾一沾 那么我这换 因为是第二个嘛 我就取第二个 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回车 哦 取出来了 他看是不是样子 诶 不带对啊 怎么全部的 哦对 他是一个宿主是吧 他是一个宿主 你看 里面有名字 顺平 有年龄100 是不是一个男孩呢 一 然后呢 宿主 是不是有啊 北京小民 对象有没有啊 对象也有是吧 呃 这个是这个是对象的名字 呃 然后呢 大狗 五 很好的一只狗 全都有 终于取出来了 这个没问题吧 好 这是取出全部的 但是你实际上可能不是需要去全部的你可能只想取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你想取出其中一部分那么这个怎么玩呢朋友们好你要这么去取那么现在我们指定过去 第二种方式就是指定或者叫通过键来指定 指定获取某个值比方说现在我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不关心其他的我就关心这个用户名你存的这个用户名是什么 我就关心你存的用户名是什么好的或者说那个筛星文件里面用户名是什么我就这样去取了 A口 名字是 这个就这样取就完了 朋友们 非常之简单 其实你现在都知道他是宿主了你难道还还不知道怎么取吗 你看你就把这个 把它下标 往里面一放不就取出来了吗 这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看到啊走 写进去就完了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 是不是把这个指定东西取出来了 刷下新朋友们 刷下新 走着 取出来了 这个取出来比较简单 宿主呢 我们来看看单独取出宿主 他怎么取的呀 要这么去取啊 取宿主 取宿主还比较简单 取出宿主 比如说我现在要取那个宿主是什么 221等于 Saison 但我这个键不能取错了 这个取错了相当于取出一个空 就什么都取不着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你名字都不对拿取得出来啊 对吧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宿主打印出来 你说 存的宿主是什么 你也可以用负循环的方式来打 你甚至可以这么取取 你可以这样写啊 echo 但取的方式就很多了嘛 你应该用for循环取 for each 因为你这个是宿主 你是知道的 is k 值 注意啊 这里面的k和值 跟 Saison的k和值是不一样的 它是属于这个宿主里面的k和值 这个是属于Saison的k 不要搞昏了 不要搞晕了啊 那我先把它打一下嘛 B B R 杠杠 我把这个值打出来就可以了 其他我不关心 好吧 我刷下心 我这打一句话 就说宿主的数据是 宿主的数据是 这些你们将来都用得上 所以一定要把握 找着 我看取出来 也是没问题的 北京小民 哈喽 最麻烦的是对象 麻烦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初学者呀 他会发现对象 取出来过打不出来 你们看一看 这是为啥子 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取下对象 取出对象 那取对象呢 当然按道理说 就应该这么去取嘛 你不是有导导导一吗 但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取啊 你也可以取个 取个什么其他的名字 小狗 我故意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因为我怕有些东西 他认为这个名字是固定的 这不对的啊 找 先生 这个件是不能乱取的了 他原先取的是什么名字 以什么件存放的 你就必须要以什么件来取获取 那么你刚才取的是 放的是倒个一 说这个名字呢 就必须是倒个一 这是不能变化的 变化就取不出来了 好 取出来以后我们来看看 你们先注意观察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 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小狗的什么呢 小狗的名字或者其他的信息 我们来看看 但这里面有麻烦事了 因为他是私有的 所以说我们理论上应该给他提供一个 public方法 我写一个啊 Function get name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其他的就可以内推 我就return $this 找name 好 我们把这个写进去 那现在到最观察 我现在取出小狗的名字 我看看能不能取出来 小狗的名字是 我们关心的是小狗的名 B2 那当然通过对象实力的名称去访问他的这个公开的方法就可以了 理论上说 好 我现在刷下心 我现在刷下心 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 很神奇的事情 他说呀 他说是一个私有的 这这这地方他报的不还不是私有的问题 你们注意看他是报什么错 你们将来会遇到这个错误的 他说 z script 就是你这个脚本的tried to 就是试着去执行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属性 但是呢 这个属性是一个不完整的object 这个错误曾经困到很多初学者就是不知道什么回事就是这个错误 就是什么 un in completely object 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可能猜得出来什么意思 他认为你这个对象不完整 不完全 为什么不完全 原因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因为这个意思 你们有没有注意观察 在这个页面 在你获取这个对象以后 你们可以猜一下 这个对象 是一只狗 他存的时候是一只狗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 他存了以后 这个对象的那个类的信息就丢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白了吧 这句话他会到哪去取数据呢 他会到这个 他会到这里去取数据 这个数据里面 你们注意观察 他其实说白了就把这个取出来 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把这个数据取出来 但是这个 这个串串了 就是现在我高量的这个串 并不足以不足以表达这个类的全部信息 比如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盖的方法 说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要取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类的定义再重新给他来一遍 否则的话他是不知道这什么东西的 知道吧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这么做 当然还可以串形化啊 还可以串形化 我们可以这样做 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copy到这头来 就是告诉他呀 告诉他 我这有个类 我这个类呢 是叫dog 你取出来的时候 如果说他一看这边定义过dog 他就知道 将来取的时候呢 删到这个方法来取 就是要生命一下 这个类的信息 你看这个时候你取 就不会代表错了 小狗的名字 大狗出来 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们要要注意 如果是防对象的话呢 这个类的定义要重新生命 你要引一下 这个很简单道理 我们以前在我们在前面学 大家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流程吧 我们曾经写过这个代码 我们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你们随便找一个文件 看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曾经 留了一个enp service 我们留了一个这样的对象实例 但是留了这样对象实例同时 我把这个引进来 我为什么要引一下呀 就是我要告诉 执行这段代码的地方 说我这个对象的信息 内的信息是在这里面定义的 他才能知道 你有哪些属性和哪些方法 这个很自然 那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地方写到这儿挺怪的 我很不习惯 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很不习惯 可以这么做啊 当然每个地方都这么去写 肯定很麻烦的你可以这么做 听老师说啊 你可以这么写吗 你把这个道德单写一个类不就完了吗 个拉斯片片片吗 很集中那件事情 你说老师 我把这个关于狗的定义啊 我把它直接怎样呢 咔嚓了 看我把它咔嚓了 然后放到这里面去 这个不对啊 这要就要用那个包起啊 包一下 p 你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以后呢 你在创建的时候 一个很简单方法就是 把它require一下 怎么了 require的 杠万死 你把它写进去 道个点格拉斯点皮皮文件 如果说你要取的时候呢 一样的道理啊 你也可以怎么办呢 你说这次我这样去 我把什么呢 我不要这么去定义了 那这个定义太痛苦了 每次都那么去定义太麻烦 怎么办 require一下 require万死不一定非要放到拘手了 这个一般也不一定放到拘手 我们我们试试一下 看看行还是不行啊 看看行不行 这个呢 就能证明我们那个代码 ok还是不ok 刷新 啊 这地方为什么没包错呢 刷一下啊 我这地方还是有小问题了 我把这个放到拘手啊 把这个类的信息加载 可能是要放在最后最前面 因为他这个信息呃 要在拘手加加载 我把这个放到前面去 这个应该是放在这个session start之前 我把这个这个影一下啊 再再看一下 我看看这些行不行的 好可以了 这是我纠正一下 纠正一下 因为这个require万死呢 它是 它的机制不一样 它是事先就要加载 它提前要加载 不然的话 它后面不加了 所以要把它写到前面去 所以这样注意一下就行了 我把这个注意事项写一写 第三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要取出要取出对象啊 对象 则则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再取需要事先 事先声明一下 或者就声明一下什么呢 这个声明啊 声明一下 声明一下这个类的信息 类的定义 好 这个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获取 我们看看获取啊 就是全部获取 指定一个名字来获取 获取宿主 获取对象都讲完了 把这段代表散过来 把这对象 把这句话粘过来啊 这是获取的信息 要有的细节呢 都写到这了 下一个呢 咱们就要讲一下 这个session的更新了 增增加讲了嘛 现在是刚才讲的是获取 现在就要更新 更新的问题了 3.3 更新我们的session数据 来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更新我想 我不用多说大的猜的猜猜猜的出来是怎么做 相当于把它重新再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我写一个新的文件 session 3.php 好 就演示更新 我就这样写了啊 老规矩 不管是增三改都要先start一下 先start一下 更新就这样写 比如说我要更新一个东西 这样写的就行了 session 中过号里面写个name 等于 原先这个名字呢 是大家看到 原先这个名字 写的是 顺平 现在我要改个名字了 我要改个名字 比如说改成中文的顺平 然后写一句话 叫更新成功 更新成功 好 现在我们整个再开一个页面吧 再开一个页面 现在有第二第三个页面了 朋友们请注意一下 在第三个页面了 好 三 好 更新成功 这个时候 我一刷新 你会发现名字 不再是这个英文的顺平了 但其他数据没有更新 不会动的 刷新 看到没有 改成中文的顺平 这说明更新成功 很简单 再看一下 如果 如果我再执行一遍呢 同学们 我把这个 session1再执行一遍 我 我再去访问这个session数据 这个是英文的顺平 还是中文的顺平 英文的 很好 注意看 因为你 相当于你又把它更新了 你还重新设置 你把它更新 然后你这一刷遍呢 它又更成中文的顺平 简单吧 这其实说白了吧 整个这个 真三改和数据库 和你们学数据库 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是形式变化了 就是他相当于对文件 他封重度太高了 以前我们学数据库呢 可能是 slag语句 就感觉这个语句发过去了 现在就是一句话 感觉没有 什么insert 你感觉很郁闷 其实本质上都一样 我们后面追到后面 同学们 到我们以后 追到后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完全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那个 有个方法叫 就这个方法 session 叫 这个方法 session 你们以后学到这地方 就知道 原来它里面底层的东西 其实也就是对数据固定操作的 就你 像你要读取 要读 其实也是找这个文件系统 要写 其实也是以赖于文件系统的 就他还是对文件操作了 对文件正常改善了 只说这个过程呢 被他给你封装起来了 仅此而已 后面我们再说这个事情啊 好 这是更新下一个呢 我们就要讲一下删除了 对吧 你可能还是要删除吗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老师 我这个session创建 跑过后 我这个文件越来越多 你你不去维护它呀 你还是要删除吗 好 我把这个代码 先把刚才更新的代码先沾过来 这个删除是最麻烦的了 因为删除就涉及到 session的生命周期了 就它是什么时候创建 什么时候消亡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看 删除 删除session数据 删除session数据 写一个新的文件 后面还要综合使用 这个往上面打一打 PHP 这个就演示删除 session信息 那么删除 session信息呢 也分两种 一个呢 就是指定删除某一个 某一个 那个键 键子段 还有一种就是把所有 全部删掉 第一个就是 删除 某一个键子段 还有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删除所有的 删除所有的 这个 那个键子段 那么我们一个来说 删除某一个是比较简单的 老规矩 上来第一步呢 首先初始化 我们删除 第二句话 就用这个动作了 它删除呢 有个专门的方法 各位同学 请看手册 这手册里面有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 这个方法 叫做 onsite 还有叫on register 我们看这个 删除某一个是用它 但是呢 这个方法呀 到5.3以后呢 已经废弃了 他推荐你用哪个方法呢 朋友们 他推荐你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是onsite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用onsite的那个演示就行了 就是这样删除 onsite 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方法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眼 onsite 这个方法是释放给您的编量 说得太清楚了 就释放了 把它 就释放 那就这样写了 比如说 比方说 我现在 大家看清楚啊 我要把哪个删除掉呢 比方说这里面不是我们原先保存的有这些数据吗 我现在想想把名字给删除掉 所以说 我这边就这样写就ok了 一写就可以了 我打一句话叫删除成功 echo 删除name 删除这个session数据成功吧 因为他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机会失败啊 删除session成功 删除成功 那么我给大家执行一把 现在又开个新的页面了 开个新的页面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增上改 知道吧 走 删除成功 一旦删除成功 我们刷新这个页面 你将再看不到 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都看不到了 没有了 删掉了 这是删除某一个 现在我们来看删除所有的 删除所有的应该这么去写 我呀 这样子说 把它先注销 删除所有呢 它是借助了一个方法 我们看他这有这么一个方法 叫session the toy 耶 是 toy 这个方法 session the toy 他会删除谁呢 他会把当前对他不是因为你的你这个塞出呢 可能是张山有 李氏有 他只会删除跟这个浏览器关联的 那一个塞线文件 不会把别的删掉了 你比方说张三也在浏览我们的淘宝网 李氏也在浏览这个淘宝网 你不能说李氏删除的时候 把你要张三的那个塞线文件删掉了 这不可能的 他只会删除什么呢 他会删除自己的那个 这样这样就会 就会干什么呢 就会把当前这个浏览器对应的塞线文件删掉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一个塞线文件是分配给一个浏览器的 这点一定要特别的清楚 刚才我在讲这个原理图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你 当然我们可以再浏览说一下 就是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绘画 对于一个塞线文件 一个绘画对于一个塞线文件 你千万不要认为是所有的人用的是一个塞线文件 那就那就分不开了 这点请大家注意 我把这个字典还要在这补一下啊 还要还要补一下这个加个知识点 这个字典我再加上这有点乱 还是加到这个地方了 塞线服务器的原理图 塞线的基本用法 那么相对于是第四啊 相对于是第四 这地方写到哪里比较合适呢 我看写到哪比较合适啊 塞线是服务器呢 干脆在这补吧 在这补他那不就轻松了吗 就是注意 其实我这画了啊 画的时候注意是一个绘画 一个绘画对应一个塞线文件 你可以你可以对到这个图来看 就是如果是另外一个游览器来了呢 他会对应另外一个塞线文件 你别把它搞晕了啊 就是老师你说老师没有说清楚 这地方一个绘画对应塞线文件 因为这个字他很碎 他这个字点很碎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就是删除这个所有的往下门拉 回到回到这地方 删除所有的固体啊 把这个文件打开 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搞定了 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呢 打开 打开我们这个文件 我们先来签一遍 先把它所有保存起来 然后呢 我再来取一下啊 这个为什么这个没有写进去呢 可是我执行的一遍 他可能没有刷新 哪个地方 没道理 他一个名字会出来啊 干脆我们把这个文件 从删掉 因为他有缓存的东西 有时候他会导弯在里面 温度着啊 不要着急 我们一点来说 先把这个文件删掉 相当于这个塞线就没有了 塞线文件就没有了 当你重新访问的时候呢 他会重新生成 生成了 再刷新 有顺平了啊 现在我把所有的删掉 这个删掉所有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文件删掉了 你注意看 这个文件目前是有的 目前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注意看清楚 在存在的的确 就能刷新 这个文件就会被干掉 没有了 我没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动作 就是你刚才看到这个动作 他实际上会把这个当前这个塞线所有的数据删掉 那么浏览器一看到你这个文件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就顺带把这个文件给他干掉了 说这个动作啊 他会删掉这个 这样就会把当前对这样就会把当前这个用来对应的塞线文件删除 但文件都不存在了 那你出去肯定取不出来了 你不相信你取一下 老师我现在取一下行不行呢 你可以取你什么都取不出来了 刚才这还有啊 我刷新空了 还报一些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做判断 你在那边取的时候你没做判断 理论上我们在取的时候呢 理论上如果说你要做的严格一点 你可以这么去写 就说我先看看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我再去你可以这么去写吗 如你可以这么做啊 我就举一个例子 说if impty 如果为空 这你取的时候啊 你为了写的更严谨一点 可以这么去判断一下 就说如果为空 如果不为空 如果不为空 我就去取 对吧 我就去取这个宿主里面东西 要是呢 就打一句话 没有了 就宿主 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就行了吗 其他可以一次对 你看我再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他会有个提示 没有数据 挖这个都都都加上 都加上啊 都加上 如果 这一面也是空的 可以让判断吗 npt npt 然后呢 把这个包起来 如果不为空 我就去取 取出来过后呢 把这个小狗的名字 打印一下 如果为空 这个要说一句话 小狗不存在了 对象没有了 这样说 对象没有了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上面这个呢 也可以判断一下 这个名字也可以这样做啊 我也可以加个判断 如果 这你看起来就清楚一点了 不会那么乱 就npt 包起来 对吧 如果不为空 我们就去取 那么 要是 要是打一句话 就是 名字 就是内蒙的 是内蒙 内蒙没有了 好 你们注意观察一下 现在我刷新 就显得干净一点了 对吧 没有了 但是因为我没换行啊 所以他打到一 打到一串里面去了 整个都是空的 整个都是空的 好 这是删除 这是删除 好 那么关于真删改 咱们就把这个代码一张过来啊 删除 这个比较复杂 我跟你说 这还不算完 你不如果你们认为 塞行就这么一点东西的话 我跟你说 那那就太简单了 塞行真正麻烦 麻烦是还没来的 真正麻烦是在下面 就是 删除 删除塞行是你手动删除的 这个比较好处理 关键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删除他 由系统自身来维护塞行的 这个文件 就会变得异常处杂 因为大家想一想 因为有些时候这个用户呢 他不一定非得走这句话 你们你们看到很多网站呢 你们起思考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网站 都有一个超连接叫做什么呢 叫做安全退出 你们有没有注意观察 很多人不喜欢点安全退出 其实是有不好的习惯 因为这个安全退出 他做了很多工作 他会把你这个在服务器保存数据给你删掉 如果你不点这个安全退出 而是直接按浏览器那个小红插关闭的 你的那个删除数据会被 会被保存在服务器那边 等待垃圾回收机器去回收 这样子其实就有可能被攻击 就比比较危险 说说这边我们现在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没有手动删除 没有手动删除 没有手动删除这个session 那么那么就是这个session就是怎么这个系统啊 就是系统是怎么维护的 是怎么维护的 这个是最要命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回到幻灯片来走一走 因为刚才呢 大家已经走了一个增山改 说说脑海里面基本上对session有个基本认识 现在我们在幻灯片再加行一下 然后再做暗命 你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再念一遍啊 尽管是念一遍 那是清晰事物了 当用户打开一浏览器 访问某个网站时操作session的时候 注意看session 这个是你操作session的时候 他就会创建如果你不操作session 他是不会创建的文件的 准确的说这个session文件是怎么创建的呢 就是我们我告诉大家这个session文件 这个session文件啊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session文件 它是什么时候创建的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 其实就是靠这句话充电起来的 只要看到这句话 就会创建这个session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是空的 这个文件是空的 没有没有没有数据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你们学那个数据库 你先建了一张表 但是这个表里面没有写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没有执行这种动作 那么这个文件是存在了 但是数据是空的 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做个测试 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啊 因为因为有些东西呢 你你不做测试 它很难讲清楚 你比如说为了讲清楚这个呢 我专门写个task的文件 这个文件将来我还要用 task的文件 就说假设你这只有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个文件会被创建起来的 但是它是个空东西 session杠 10大 走一个 你看啊 现在我把这个文件先删掉 我先把这个这个文件从这里删删除掉啊 我这应该新开一个文件的地方就好了 tams 大家看这个文件我先删掉 我删掉了啊 我删掉了 没有了 然后呢 我现在尝试着去访问一下哪个文件呢 去访问刚才我写的这个task的文件 这个文件其实什么都没干 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函数 写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文件会创建起来 那么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我再开一个开一个文件 你们注意观察啊 你们注意观察 找task的回车 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文件有了 你们最观察 有文件有文件了看到没有 有这个有这个文件了 这个文件呢是空的 打开看看 的的确有什么 这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在里面 我知道为什么了 这个这个不是不是答案是问题啊 这个因为这个session 你在没有指令的时候 他在缓存的一份 我要我要关闭再重新演示才能看到这个效果 但是他大小是空的呀 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他的确是0k怎么会有东西呢 这太神奇了 你打开看一下 是没更新的原因呢 我刷一下心 你们看这里面 这边 这是0k是吧 我看到是 看大小是多少 零子节里面有东西 太诡计了 这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啊 哎怎么又没有了 我怀疑肯定是这个工具有毛有漏洞啊 这个家伙 他打开一下他看到他看你打开还是原文件名 他就以为 他就不给你更新这个太讨厌了这个 我说应该没东西才对啊 确实没东西啊是空的 你为什么呢 因为你你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打开刚才那个文件其实是什么都没干 就里面没写数据 所以他就是空了 知道了 是这样的啊 没问题 是可以的 好 这是换了别人第一句话 就说你们要明白这个session文件是什么时候创建 别人就会问你 这是一个面试题 你们知道吧 这是一个面试题啊 像学加画一 别人也会问你说session什么时候创建 你就要明确回答他什么时候创建 现在呢你就要知道哦 这个session是什么时候创建的呢 就是当你去session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会冲建一个空文件为你服务 为哪个服务呢 为这次绘画服务 为这次绘画服务 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比方说朋友们啊 大家不要嫌老师反正有些东西我知道你是不理解的 我要写个test2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朋友们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说如果我在先执行了test ch文件 然后呢 我紧接着又反问了test2.ph文件 我问大家这个时候 假设是一次会话 就浏览器没有关闭 你们认为它是创建了一个文件还是创建了两个文件 是创建了一个文件啊 它不会创建两个文件 因为你是一次会话 它就对应一个文件 它会去判断 它会去判断你有没有创建这种文件 如果有呢 它就不再创建了 是这么回事 好 接着往下看 那么服务器就会在服务器的磁盘为该浏览器分配一个保存筛选信息的文件 该文件被这个浏览器独自访问 当然说的是一次会话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 你这有个 A浏览器 不是 A客户端访问服务器 那么它就会创建一个A生存文件为你服务 如果是B呢 就创建一个B生存文件为你服务 如果是C呢 创建一个C 文件为你服务 知道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设置 比方说 我们为了演示这个效果 你看我把这个关闭一下 这个为了演示必须要把磁盘器关闭一下 大家看我关闭了 我关闭以后呢 我关闭以后 我把那个文件再打开 干脆我这样子 为了做测试 我 我新开一个 新开一个 新开一个 这个文档 对看啊 我现在还到C盘去 我打开一个TEMS 好大家看这是一个文件啊 这是一个文件 注意看清楚 这是一个文件 现在我打开新的浏览器 我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呢 就代表一个新的固化开始了 这个时候我再去访问Test文件 你们注意观察 它会充建一个新的文件 那么HTTP Localhost 第一 我们是Test的啊 我来名字换了 Test的点PAT 又会车 但这里面 他没看到 你稍微把它更新一下 看这是两个了 如果你把这个再 如果你现在不关闭 你再怎么刷新 它不会充建新的 如果你关闭了以后 你再打开一个浏览器 再访问 它又给你充建一个新的赛选文件 为你服务 因为它是对你一次规划的 要这么去理解 你看我现在又又访问它 刷新 你看啊 我再一刷新又来一个新的文件 三个了 而且你看到时间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个当然它秒数不一样 分数分钟都在九分那个时候充建 所以你要明白是这么一回事 好 接着往下面看幻灵片 三省文件存放的信息格式如此这般的 刚才呢 我们也看了就长得这个样子的 每个呢是有它自己含迹的 好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三省数据默认什么时候生效呢 一千四百四十秒 也就说二十四分钟 他就失效了 他就看不到了 明白了 在默认情况下 他是二十四分钟以后 他就不再生效了 但是这个呢 这个很复杂 就说这地方 他有很多约束条件 要满足很多条件 情况下 才满十二十四分钟 待会我们还说细节 这个时间是可以在一个文件里面配置的 所以我现在呢 再加一个新的知识点 再加新的知识点就是 刚才是基本用法 现在我们就说 筛形的一些细节 筛形的细节讨论 筛形细节讨论 第一 我们这样写啊 第一个 筛形 数据 默认 默认 生存周期 或者存放时间 存放时间是什么呢 是1440秒 40秒 1440秒 这个设置 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来修改 这个设置 这个时间 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 php.ini 文件 来修改 怎么修改呢 我给他看一下啊 在这里 打开我们的文件 打开我们文件来 来给他走一个 在这里 打开他 然后呢 你怎么定位呢 你直接定位到 sation节 往下看 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信息 这边有个信息叫 呃 我直接搜一搜1440吧 大家看到没有 这儿出现了 他说 sation的最大生命周期 是1440这个是可以更改 这是可以更改 可以改成其他时间 1440是他默认的啊 就是存放24分钟就无效了 但是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不能说是他跟cookie不一样 cookie的时间是 他说一分钟就一分钟 不管你用没有用这个cookie 我一分钟到完了过后呢 cookie就无效了 但是这个sation的生命周期呢 要理解成是发呆时间 什么叫发呆时间呢 比方说 我定的是24分钟 好 我一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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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3分钟的时候 我提出来一下 又用了一下sation 这个时间就要重新计算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他算是发呆时间 就好像你 你就就是我们上QQ 你发呆五秒钟不说话 就把你自动提起去了 五分钟不说话就把你提下去 但是你在第四分钟的时候 说一句话 又重新给你算时间了 没理解吧 那有些说老师 你怎么来证明这个事情呢 我可以给他证明 我可以给他证明 我可以这样证明一下 注意观察朋友们 为了证明这个事情呢 我这样做啊 因为这个文件老放在这 让我很郁闷 老放在这地方 我觉得这地方很不舒服 我现在呢 给大家再说一个 就是这个sation存放的路径 是可以修改的 我们先把这个 修改一下 因为老在这儿心里面 就导来导来导去的心里不舒服 我们再说一个细节就是 反正这个细节的后面要说 sation文件 sation文件存放的路径 是可以自定义的 是可以修改的 在哪里呢 也是在PHI文件 我们先把这个说了啊 文件 大看是在这个地方修改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 也是在sation节里面 这个 往上 往上找啊 sation save path 大看 在这 大看这里 如果你不设置呢 它就是默认的 如果设置呢 就可以指定一个地方 比如说 我把这个选项打开 我这里就相当于设置到 保存到c盘的这个幕后下面去 有有我指定的 但你这个指定过后呢 你要重新起下 阿帕西才的生效啊 你不止 不重启 它是不生效的 所以我把这个 先把这个说一说 怎么修改 这儿 修改完毕以后 请注意 修改后 需要 需要重新 启动 sation 启动这个 阿帕西 才能管用 好 我修改 我重新起下 才能管用啊 不然的话 它还存到原先 那个地方 我重新起一下 好 朋友们 稍等片刻 好 启用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 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 现在我如果再 再刷新一下 这个文件啊 再刷新一下 这个文件 你们注意观察 这个时候呢 在这地方 就有一个 这地方 就会有新的 一个文件产生了 看 c盘 mysession 哟 这个为什么 没有管用呢 没有过存进去啊 session 1.php 怎么没有 没有过写进去 我看是 录音写错了吗 session 他应该 立马就出现了 是空的啊 我想想是什么原因 这样子 我先把这些浏览期间关闭 重新来一下 重新来一下啊 我再重新 重新启用 启用一下 确认改的地方 没有改错 没有保存了 没有保存 刚才改了 没有保存 是不是没有保存的原因呢 再走一下 再重新启一下 好 我重新启动了 好 重新启动过后呢 我们再来访问 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来访问 因为你老在同一个浏览器上看啊 他有时候他会取用缓存机制 所以他不会真的去访问服务器了 好 我就写一个session1吧 1.php 好刷新 我们看看这个文件夹下面有没有了 有了啊 刚才已经有两个了 我刷了 我重新再来 他反应的迟钝有时候 你看我再刷新一下啊 你们先不要刷 你们先不要刷 你看我刷一下 来了一个 我刚刚写的啊 刚刚有的东西 再刷一下 再刷一下就不会再充电了 因为他会用原来这一个 如果你关闭一次呢 再打开他又会产生一个新的 你们先不要测啊 同学们 你在测试我这东西讲不通了 待会给大家测试时间 因为我再走 他才能第二个 看到没有 反正第二个 说说这个路径就改变了 他就不会再写到原先那个地方去了 那回头我们再说哪个字连呢 再说这个 就这个时间可以修改了 这个时间修改了 可以在这修改啊 怎么修改 在这地方 如果你看这个文档啊 看着比较繁琐 说老师 你打开这个PPI 我心里面太害怕了 我都不知道塞进哪些东西可以配置 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 你们注意看 看手册 手册里面啊 有一个章节 他专门讲了一个配置 看附录里边啊 附录里面有个配置选项 里面有个PHE 点IMI的配置选项 你把它打开 这边有很多选项 但是你不要怕 为什么呢 你可以这样做 你直接搜索 以Session打头的选项就可以了 从这开始看 123 就这些选项 这些选项 全部都是属于Session的选项 但是你常用的没有几个 你常用的可能也就三个到四个样子 有些你可以不了解 比方说现在我们 我们用到的这个东西了 就是Session GC Max的Life Time 你可以把它点击去看一看 你可以看到他有中文说明的 他说这个是指定 过多少秒之后 这些数据就会视为垃圾被清除 这样子呢 你稍微有一点点感觉 就说好像还不至于那么害怕 因为有些东西呢 你是这个说实话 你们将来做开发 可能这些东西都不让你去改的 你没有机会改 为什么呢 这些项目经理都把这个配好了 只是说老师为了让大家 比如你将来多一点 你将来当个管理员呢 你要知道怎么去配 知道吧 像普通这些学院 可能都不会让你动这个东西 他不会让你去改这些信息的 好的 那么这一点大家清楚就行了 知道查手册怎么查啊 好 那么改动呢 就在这改就行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搜索了 找到这个1433 1440走 我把这个粘过来 就你找到这个 这个配置位置 将其修改就OK 这个时间 时间可以 自己制定 制定 那么 改完过后也要重新更新 改完过后也要重启 阿帕奇 修改后 修改后也要重新启动阿帕奇 因为这些处于只要改了PP.ini的东西 都要重启成的生效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1440秒啊 它是有前提的 就是是是什么呢 这个时间是发呆时间 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同时要注意这个时间是指的指的什么呢 在1440秒之内 秒内 秒内没有 没有使用过 没有使用过赛审文件 该赛审文件才会被视为垃圾 才会被视为垃圾啊 该赛审文件 才会被当作垃圾 当作这个啊 当作垃圾 从而被回收 从而被回收 回回收啊 回收 那有一位老师 你你怎么说 他是指的在这一秒内 没有被使用过 怎么你怎么来证明 他是指的这个是在这一段时间没有访问过才算是失效呢 我可以证明这个事情 你们注意观察一下朋友们 请大家注意观察这个文件啊 我们注意看这个时间 我现在把它 我先把删掉 你们注意看一下 我现在来访问 31 我访问331注意看 这个时候它会创建一个新的 别人问题 注意看这个时间是 2011-9-1311月11点21分钟 如果我再使用一下 你会发现那个时间立马会被新 它不会再以这个时间为为标准 你看我刷一下新啊 同学们请看 时间 你这样点一下 谁没改呢 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看不出来啊 这个 看这个 看这样子看 我们看这个秒数就看清楚了 这个有个修改时间是 2138 2138 记一下 是20 21分钟38秒 我我再刷一下 我再刷一下 注意看 我再刷 改了吧 你看这种再点 等一下看一下 是22.05分 22分钟那个05秒 那就说明它时间是更新的 那它会 那么这个垃圾回收机制 它在回 它在帮你删这个垃圾稳定的时候呢 它是根据这个时间比对的 它发现你已经超过1440秒 才会统一的删除掉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就是说发贷时间是这么来的 好 这是这个知识点 好 咱接着再往下面走 这个应该是讲的差不多 再看 塞线可以用来做什么事情呢 它可以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说好多事情都可以做 比如说网上商城的购物车 登录保存登录用户的信息 将某些数据方式 筛选供下一个页面使用 因为你想一想吧 它是一个绘画 这个绘画你点很多超级 防御很多页面 那这个页面呢 可能有些数据要共享 比方说 我像在每个页面都看到我的登录的用户信息 用户名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三星里面去 对不对 这就很实在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购物车 我就把这个信息放到购物车里面去 我在每个页面都可以看到它 就有下价值了 还可以防止用户非法登录到某个页面 我可以 如果这个用户是按套路出牌 他在登录的那时候 我就把他的登录信息写到这个三星里面去 然后呢 在打开某个页面的时候 我先看看 他三星里面有没有这个数据 如果有 就说明它是合法的 如果没有 说明它是非法的 对不对 他说他用处很多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实际的运用一把 这个不看了 格式已经讲过了 不再看了 我们来 这个基本使用 刚才也讲的差不多了 讲的也差不多了 就是初始化 添数据 得到数据 删除 删除了有两种删除方法 删除所有 以及删除指令 这也不说了 现在我们来实际运用一把 我们看看这个 对 我看看 我看看 就还不实用 在这个应该是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这主要是跟大家 这句话呢 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重复了一遍 多说了一句 这个呢 大家不用管他 就是主要是说一下 三星和Cookie的主要区别 在面试的时候呢 可能会问到 他主要区别 我总结 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Cookie是把用户的信息写回给用户的浏览器 就存放的地方肯定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 Sacing技术是把用户的数据写回到用户独占的这个全局边缘的面中 并保存在服务器的某个路径下 为什么我说是某个路径呢 就说明这个路径是可以修改的 还有一点啊 同学们 在使用Session的时候 要保证Session先被初始化 具体的方法有这个方法 就说你在使用Session的时候 一定先要掉Session-10大 但是有些同学曾经跟我说过 说老师 我就没用Session之大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直接去 对Session进行操作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觉得比较烦 最近比较烦 如果你觉得比较烦 怎么办呢 说老师 我就很讨厌 每一个页面 我要用Session 你都让我写个Session-10大 我觉得太繁琐了 我能不能用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 那你就去配一下 在PPI1问题那边 可以配一个叫Session 点Auto-Star 把它设为1 这样子呢 每个页面 他会自动的把这句话 就给你加进去 但是我们 严格说不推荐这么做 因为你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会有什么毛病呢 他会 你这个网站 有100个网页 有些网页 可能是不需要使用Session的 对不对 你登录网站 可能就不需要使用Session 但是 因为你做了这个设置 那他不管 他就去把这个文件给你创建一把 这个很不划算的 效率就会降低 所以我们说不推荐会有会影响效率 好吧 把这个呢 细节 咱们写到这里 就是下面说的第三个 第三个细节了 就是 第三个细节啊 就是说 说什么呢 说 在使用Session的时候 在 在 在使用Session Session 的时候 应当 保证 保证什么呢 对Session 对Session进行初始化 对Session 进行初始化 具体方法有两种 方法有二 方法一 就是在每个页面 每个页面 都 写入 但 这个每个页面指的是 你在这个页面要用Session 你才写 你不用你写它干嘛呀 那不是 吃完 没事干嘛 是吧 你在 需要用的 应该这样写 在需要用到Session的页面 就说说说具体的 在需要使用Session的页面 加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觉得比较烦呢 也可以配置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第二种方式 在 php.ni文件中 i文件中 配置 配置哪一个属性呢 不要求大家记 这个没人会考你的问题的啊 那你可以打开这个手 手册 因为发现这边有个叫 Auto 十段点进去 指定绘画模块 是否在请求开始时 自动起用一个绘画 默认为0 让人家设置的默认 是设置很好的 就默认他就不启动 不启动的效率就会高嘛 对吧 就配置这个 等于1 就OK了 但是我们不推荐他怎么用 特别松明一下 不推荐 不要涂了涂方便 涂了方便过呢 你效率降低了 这样是不划算的啊 这是这个细节 然后再接着往下看 那么我在呢 再对他这个原理还要做个深入了解 其实我现在没有讲到本质 我现在为什么没有讲到本质的东西呢 因为我刚才讲课的时候 我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呀没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很不是很透彻不透 我刚才举例子的时候我是这么讲的 大家听我讲啊 我讲Session 我说我的同学们 当Session是大的时候会创建一个文件 当你这儿保存数据呢 他就会保存 把这个文件给你打工里面写东西 这句话呢 太抽象了 最低点抽象的地方 第二个 我还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思考什么问题呢 我想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页面我这个网站啊 就是Localhost的Session1 我刷新了他 然后呢 大家看我现在写好几个页面 我现在多写几个使用Session的页面 我这个时候就要提问了 引起大家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假设是假设是6 假设是5 听我讲啊 我这里面呢 这是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和这个页面是完全一样的啊 大家看我三天拷贝过来了 Session5这个页面 和Session2这个页面 干脆不要写一样 写一样你们会比较晕 我干脆写简单一点 我就这么写吧 我就这样写就行 我就这么去写 我就打一句话 就说这是 这是Session5页面 好朋友们 请各位同学配合老师来一起走一走啊 看一下 我要现在邀请大家思考 我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数据掀起来了 然后呢 我还访问这个站点的 访问这个网站的第几个页面呢 这个页面 第二个页面我把数据取出来了没问题 紧接着呢 我又访问了他的第五个页面 第五个页面 大家都知道数据是能够取出来的 看取出来了 刷一下新啊 这个怎么会 对确实是看这是Session5页面 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 凭什么 就是为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就能够 在这么多页面来找到同一个文件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画这个图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浏览器 访问 访问这个Session5页面了 访问Session5页面了 他第一次访问Session1页面 把东西写进去了 访问这个Session2页面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就来读这个文件 他凭什么就知道读这个文件 你们应该感到奇怪才对 而且我访问 我在次访问第五个页面的时候 他也去访问这个页面了 因为你这个大家也知道 这个Session5页面可能有多个 可能将来有百十来个呢 你假设像心脏收回这大网站 你不相信打开这个地方 你打开里面可能有上千 上千个文件 甚至更多 那他怎么就能知道 你这个流量去读这个文件 不读别的文件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可能你们没有想过 你们没想过 其实这里面有个东西 这里面有个东西要大家思考 其实呢是这样子的 就说你一旦写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我们回下这个包 我们抓下HDP协议包 你就明白它是真的是为什么了 它是这样子的啊 朋友们 那么我们把这个流程给他抓下包 你就彻底明白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 HDP协议 是我们网站开发的基础 没有这个东西 你其实是学的东西是模拟两可的 好我抓下包 大家先看我第一 先访问第一个页面 你们你们看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刷 朋友们请注意观察 这个时候你发现 他给你回来 你看啊 我在因为这个赛选已经创建起来 但是这样整个重来吧 不然的话这个是这个效果看不全货 这个效果你看不全货 整个重来啊 相当于先把这个赛选先 我人为的先删掉 我人为的先删掉啊 好同学们请注意 整个呢 这个先clean一下 clean一下 我看看这个地方会有什么 他这个地方可能还是要把这个 还把这个流来器关闭才行 不然他他缓存里面有东西 这样演示起来就就不痛快了 好注意啊 大家先看我的D 第一个页面刷 好同学们请注意观察 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访问第一个页面的时候 他给你回了一个这个东西 看到这个东西没有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呀 他怎么会写个cookie呢 我没有写cookie啊 说老师 我们以前写cookie的话是cookie 干了一个什么东西才晒的cookie 他就回一个cookie 这是我什么都没写 他凭什么给你回个cookie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这个cookie啊 是你使用session的时候 他会自动给你回一个他会告诉你什么呢 他会告诉你说朋友 他说他会告诉这个浏览器 说告诉你啊 你将来如果要访问session 那个文件你们注意看 这个名字不是瞎取的 这个名字跟你创建的这个session的名字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你们注意看 我把这个粘过来给他看一下 你就明白了 因为突然发现 这个 这个返回的这个值 和你这个文件的后面这个值是完全一样的 你们注意观察是不是 EVT1 EVT1 这下你可能猜出来是什么原因了 就说他在创建这个session过后呢 他在他在第一次创建的session的时候 他就会给这个浏览器回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i1号 他说我告诉你这个这个规划啊 以后你如果想来访问session 你就把这个东西告诉我 告诉给谁呢 告诉给浏览器 说我要找的是这个文件 你们看他第二次页面是不是这样子 把这个带过去没有 你们注意观察 我先录制 你们注意观察啊 他会把这个带过去的 我回下车 你们注意看 一回同学们突然发现果然带过去了 那么他在第二次请求的时候 他在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会说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绘画要找的是哪个筛选文件呢 是这个筛选文件 因为他前面的后队是固定的 前面的前队是固定的 只要他后来拼一下就可以了 说他这个流程是如此这般的 能理解了吧 以后别人问到你的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说原来是这么回事 凭什么能区分呢 是这么回事 而且这个值 其实你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这个是你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你是可以获取的 比方说你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把这个值打印出来 就说 Sation ID号 这个就叫Sation ID 等于多少呢 你可以这么来把它获取 通过一个叫Sation-ID的函数来获取 你看我再刷新一下 你就会看到页面上 甚至还可以打出Sation ID号 这个Sation ID号和它发的Sation ID号是一样的 刷下新注意看 Sation ID号是多少呢 是 就没打出来呢 我改的是5啊 行 那么再访问一下这个5 你们注意观察 5也是一样的后果 5他也要发这个Sation ID 不管哪个页面 只要这个规划没关闭 他要把Sation 他要把这个ID发过去 我们看 我写这个5啊 走 一会儿说你们注意看 他也把这个ID发过去 也是个号没问题 这种后材我也打出来了 说Sation ID是这个字 完全一样的 说说是如此这般的 好这个原理呢 咱们就把它讲清楚 然后用幻灯片 大家走一下 这样子的 一问 重要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啊 就是服务器如何实现 实现一个Sation 为一个用户浏览器服务 他这样子 咱们这个画这个图 花了很大的功夫啊 说你们要珍惜老实成果 为什么工作到两点半呢 就是想画个图 让大家这个理解的更透一些 这都花时间的 不是说这个张嘴老袋一拍是吧 出来了 这话都花半天 大家要理解啊 走 好现在开始了 那么浏览器发出一个请求 他说第一次访问啊 第一次访问这个 我重新再来走一遍 说浏览器访问一个页面叫PQ1 这个PQ1页面呢 有个Session-10 那么他访问这个地方呢 就会给创建一个Session 就是根据你这个 他有个ID号 就把这个文件创建起来了 我这是画的小圆圈 表示创建起来了 创建起来过后呢 他把这个号 假设叫11号 我这写的很简单 实际上很复杂一个号 他是算了一下 他把这个返回给浏览器了 浏览器 如果第二次再访问一个文件 访问这个文件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以Cookie这种方式 把这个Session ID 带过来 说朋友 但这是针对以构规划啊 他说朋友 我要找的 我现在要 可能要使用到Session了 那么我要找的那个文件的ID号是11 这个时候呢 就会找到他 明白了 是这么一个流程 所以说这个流程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再来呢 好浏览器B 又来了 是新的浏览器 但是也是新的会画了 我想请问大家 他访问他也访问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去访问 这个文件吗 他不会 他会怎么样 他会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找果然创建 但是我画的 我让他创建 他就创建 对吧 然后他就干什么呢 他同时会回一个东西给B流览器 假设是Session ID22 如果这个时候 他在接着访问 他访问 他也访问这个Session2 他会把22 发给这个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可以被多个文件共享 多个起求 起求一个页面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他号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找这个文件 走 来了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这大家如果有疑惑 可以再问 这已经讲到 就说讲到这个份上 如果你还想再明白就很难了 很难了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原理图给他走一个 就是现在考虑问题是 这个什么邪体的 第四个细节 别人会问你 就是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是怎样 是怎样实现 为一次绘画服务的 就是这样 我看我这话怎么写的 就是服务器如何实现一个Session文件 为一个一次绘画怎么这样说吧 不要为一个用户浏览器 因为假设一个这个用户起了两个浏览器了 那就分开了 应该是一次绘画 就说服务器是怎样实现一个Session文件 一个Session文件 为一次绘画一次绘画服务的 但是一次绘画你不要理解成就是一个请求啊 一次绘画服务 原理是什么呢 原理是这样子的 这个呢 我就把这个图结过来就行了 我再不再说了 大家应该是能够理解啊 你就看这个幻灵片也行 这个呢 就不再说的那么细了 看这个图 你看起来 一想起 韩老师以前 这怎么把这个打开干什么 打错了 把这儿应该有这个图了 诶 把这个图结一下 虽然这个图呢 你在接下来不是一个动态图 但是也无所谓了 你想起来 老师曾经讲过那么一段话 就知道了 好 这第四个细节 要把接着往下看 下面咱们就应该实际的操作一把了 那么我们实际运用一下 我们写个购物车 但这个购物车呢 我准备啊 我准备用什么呢 用session来实现 session来实现 这样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一讲先讲这儿 然后给大家20分钟时间 你们先把老师讲的增山改查 先走一走 有什么问题 交流一下 然后这个题呢 你们看看有同学 试着做一做 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不设计到数据库 都不要用数据库啊 就是我一点 那么他就会提示一个页面说购买成功 然后一点查看商品列表 就会看到你曾经买了哪些东西 这是第一个题 第二个题呢 你们可以尝试着做一做 用session能不能防止 一个用户 非法登录到我们的哪个界面去 哪个界面 就那个往里面界面 你们可以尝试做一下 给大家点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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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